永恒的居所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诗篇第九诗篇一至二节 在这首诗里,摩西一开头就宣告,神是人类世世代代的居所 什么是居所?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的家 也就是,自从地上有人类开始,神就是我们的家 历世历代皆然 这跟使徒保罗在亚列巴谷对雅典人所说的话一样,都印证同一个真理 保罗对他们说明,神其实离人不远,包括外邦人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八节 神一直都是人类的家 这是了不起的思想,不是吗? 摩西回顾人类历史的进程,而宣告神的伟大,因为他是支配历史的神 摩西看透埃及法老的生死,他也可能见过法老的坟墓 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躺在里面 尽管经过几个世纪,人与神的关系历久而不变 神始终是历史历代人类的家 摩西接着指出,神是创造的神 他在回顾人类历史中,看见诸山成形之前,神早已存在 在那之前,神创造了地球与世界 在我们的文字观念中,地球与世界似乎没什么分别 但是在希伯来文的表达中,则有很清楚的层次性 地球的创造是在陆地之前 神仙创造了地球,之后使陆地从水中浮现 这是根据创世纪中的清楚的描述 陆地是从覆盖地球的水中呈现 所以摩西在时间观上是由起初逐渐往后推的 先是诸山成形,然后陆地成线,最后地球本身造成 在这所有之前,神已存在 然后摩西地看见超越了时间 他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的确,神的伟大并不止局限于人类历史 甚至不局限于世界的创造 他远远超越这一切,他是永恒的神 他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之中,也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之外 他远远超越他自己所造的世界,存在于世界被造之前 他一直是神 事实上,希伯来文的描述显得更为有趣 原文的意思是,从过去的消失点到未来的消失点 如此,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 那真是何等伟大 当我思索摩西在数十个世纪之前 就已经明白关于你的伟大的事实 我不得不与他同样呐喊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优优独哨 变成 crist